另外台东多个社福机构 社区客服班正苦恼没有应景的月饼 所幸台东大润发 特别号召消费者一起认购爱心月饼 一共募集了172盒爱心月饼 并且举办了捐赠仪式 由台东幸福食物银行协助 分送给县内的7个社福团体和客服班 让这些团体可以感受到 来自社会各界的温暖 社福机构的孩子开心的大口吃着月饼 这是台东大润发店 从今年8月开始募集爱心月饼 短短一个多月就募集了172盒的月饼 并交由台东食物银行负责发售 社福联盟理事长洪中凯 也感谢大润发以及社会大众的爱心 让县内几个社福团体 能够感受到佳节的气氛 以及社会的温暖 所以我们还是要再次感谢 大润发推出这样的一个计划 让所有的客服班的小朋友 所以我们可以帮助的这些做事朋友 都能够在中秋节的时候 过一个非常圆满的中秋节 在这边代表大家谢谢你们 台东大润发店也表示 这是第二年与台东食物银行合作 在善尽社会责任之余 也让孩子们感受到温暖 未来也将持续关怀在地的社福团体 我们今年募集了172个月饼 然后是来自大润发客人 还有几些台东的乡亲朋友 那我们是大概在中秋节前 我们就开始做这个募集的活动 然后大概维持一个月的时间 然后很感谢就是各客方的参与 那我们总共募集172盒 然后我们希望可以藉由这一次的 就是月饼的捐赠 然后可以让就是 比较需要帮助的弱势团体 我们社福机构 我们可以一起过得开心的中秋节 那当初我们怎么会想说 跟我们那个食物银行这边做什么做 其实是因为今年是第二年 那第一年的成效我们觉得很满意 因为真的有帮助到需要帮助的人 所以我们希望今年然后甚至是往后 可以持续跟食物银行合作 然后继续做月饼捐赠的活动这样子 透过大家的爱心 让今年的中秋节 更增添了温馨的气息 也温暖了这些社福机构的孩子们的心 记者陈静玲台东市报导